哈喽大家好 在我们农村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野菜 为什么说它不起眼呢 因为这一种野菜在我们农村河边随处都可以见到 虽然说这种野菜不起眼 但是它却非常的美味 而且在城市里面卖的非常的贵 我们村里面有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 每天她就会去河边到处寻找这种野菜 拿到城市里面去卖 一天都能收入200多块钱 今天刚好来了河边这里 在这边发现了一大堆就摘一点回去炒菜吃 这种野菜不知道你们也没吃过呢 刚才从那边一直走过来 在这种河长边上就发现了有很多很多 这里也有很多 这种地方长的这种野菜都非常的粗 而且又长又嫩的 先摘几个来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老奶奶每天就是摘到这种野菜拿去卖的 这种野菜在我们这边叫蕨菜 也可以叫它叫水蕨菜 这种蕨菜跟很多地方的那种山蕨菜是不一样的 那种蕨菜吃着可能会有点苦苦的 这种野菜吃起来是没有苦味的 而且吃起来滑溜溜的非常的可口 炒腊料一起非常的美味 这种蕨菜都是刚刚长出来的 所以说在它的杆上面都有很多这种毛 我们煮的时候 就是要把这个毛刮干净 再拿来炒腊肉吃 这种蕨菜长势非常快 过几天之后这叶子就会长很大了 哎呀这里四根五根六根 好几根啊 这种就是好嫩好嫩的 像这种河边这种有水的地方 这种长出来就非常的粗又长 这里还有很多 哇塞这里 这里肯定是有人来摘过 你看像这个已经是摘过的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尤其就是那个老奶奶之前来这里摘过了 不过的话这种蕨菜长得非常的快 你摘了之后 明天可能就会长很长了 这里有一根好嫩的 这里有三根 好嫩的 这样子看着这个形状啊你看 有一点像那个炉翼一样 在这边随手摘了五分钟 看一下 已经摘了一把了 这里应该都有一斤多 这个就拿到家里面去炒腊肉吃 像这种蕨菜 你们有没有吃过 这种水蕨菜在里面家乡有没有啊 这里还有很多 等一下回去之后 告诉那个老奶奶 叫她可以来这里摘 这里已经长不出来了 好吧 现在要回去了 这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